女人痴迷地看着沙滩上的这个男人 好奇地抚摸着对方 原来男人长这样 女孩问 你是男人吗 猛逼的男人有些猛逼 原来女孩叫戴安娜 从小生活在远离人间的亚马逊天堂堡 她的母亲是天堂鸟的女王 岛上全部都是女人 她们个个都是英勇善战长生不老的女战士 你想生活在这里吗 那么问题来了 没有男人 戴安娜是怎么来的 话说在几千年前 以宙斯为首的神族统治了世界 闲来无事的她 仿照自己的模样用泥巴创造出来了人类 那时的人类还很善良 宙斯很是欣赏自己的杰作 但这却引起了战神阿瑞斯的嫉妒 他利用嫉妒和怀疑不断侵蚀人类的心灵 让人类不同种族之间不断爆发战争 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阻止这一切 宙斯创造出了一批亚马逊人 让他们去赶化人类 结果不料亚马逊人反被人类所拟 宙斯派出众神前来之援 却不料阿瑞斯杀掉了所有的众神 最后宙斯亲自出战 拼尽全力使出雷霆之力 才算将阿瑞斯赶走 但她知道阿瑞斯终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在临死之前 为了保护亚马逊人 她创建了这座与世隔绝的天堂岛 同时还留下了一柄强大的式神剑 而戴安娜也是亚马逊女王和宙斯的私生子 身上有着非一般的神力 只是她自己现在还不知道 戴安娜从小就喜欢西武 但一直遭到女王的反对 经常私下跟着她的小鱼偷偷练习 但这天还是被女王发现了 两人更是因此大吵了架 女王认为现在是和平时代 阿瑞斯不会再来了 但小鱼表示阿瑞斯还没有死掉 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一旦对方发现戴安娜体内流淌着宙斯的血液 那对她将是致命的 女王考虑再三决定让戴安娜接受训练 并且要接受比别人更加严格的训练 由于她体内流淌着宙斯的血液 十几年过去了 其战斗力也是迅速飙升 大战几百回合后 小姨也被戴安娜轻松打败 然后就在她放松戒心时 一个不注意就被小姨推倒在地 并遭到了小姨的批评 因为在战场放松警惕会让你丢掉性命 小姨不断朝着戴安娜坎去 这时她突然下意识地双手合并 境意外激活出了她体内的天神之力 将周围的人都震伤了 戴安娜对此更是一脸愧疚 无奈地离开了现场 但小姨对此却是非常高兴 她终于觉醒了 随后戴安娜独自来到悬崖边散心 很是纳闷自己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力量 而就在这时 一架飞机突然突破天堂岛的屏障 冒着黑烟连人带机向海面坠去 戴安娜看到后二话不说 就朝着海里跳去 快速地朝着飞机坠落的地方游去 就在飞机中的男子即将一命无故时 戴安娜及时解开对方的安全带 将她就到了海边 戴安娜猛逼地看着这个来自人类世界的男人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男人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人 与此同时 德军正在屏障外四处寻找刚才的飞行员 他们的船只被迷雾弥漫着 这时一个士兵发现了飞机的残骸 就在他触摸时 却发现自己竟然穿越了 身后明明是一片烟雾 往前却是一座小岛 于是他们快速朝着小岛方向驶去 在发现男人后 不停地朝着岛上射击 此时的戴安娜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好在女王文逊带着部队赶不过来 在她的一声令下 万剑齐发朝着人类军队射去 在经过一番远程战斗过后 幸存的德军冲上小岛 亚马逊战士纷纷朝着海边跳去 下落的过程中 还不忘朝他们射出攻击 这时德军的一颗子弹 击中了女战士的身体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热兵器的威力 率先冲向前去的女战士不敌对方 死伤无数 这时女王骑着战马从侧面奔袭而来 虽然他们只有冷兵器 但面对德军的入侵 也是丝毫不输对方 要说最霸气的还是女王 必把大宝剑瞬间将对方打赌 女将军这边打得也是游刃游刑 只见他借助盾牌跳到空中 一个空中转身 精准地解决了三名德军 而就在这时 几名德军正要偷袭戴安娜 将军连忙跑去替戴安娜绑住了子弹 最终将军也因重伤而亡 在将所有德军干掉以后 他们将这个逃到岛上的男子 带到了审讯殿堂 之后在真言套索的魔法下 男人也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原文 原来此时的世界正经历世界第一次大战 男人也叫史蒂夫 是一名卧底在德军军营的建筑 在这期间 他发现德军的鲁登道夫将军 正与丸博士偷偷研发一种毒气 这种毒气就连防毒面具都无法防范 一旦投入战场 战局就将发生扭转 世界上的数百万人都会遭殃 为了阻止这一切 史蒂夫趁机偷走了丸博士的研究笔记 并抢走一架飞机 将对方的军事基地给轰大 基地的所有研究数据 也在爆炸中统统毁了 最后误打误撞闯入到了天堂岛 而当务之急 需要尽快把这本研究笔记 交给作战方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他恳求女王能够放自己离开 而戴安娜一听到人类 正遭遇毁灭性灾难 单纯的就认为 这一定是战神阿瑞斯的阴谋 希望女王能同意自己出去打败阿瑞斯 但女王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遭受伤害 但戴安娜出战的决心异常强烈 无奈之下 戴安娜决定偷偷出去 于是她趁着夜色 跳到了一座高塔的外墙上 这盘盘能力 蜘蛛侠来了恐怕都要佩服得无底 随后她从中拿走了 真言套锁和盾牌 甚至还拔出了那把 只有她能够驾驭的是神剑 之后她带着史蒂夫准备乘船而去 此时女王也赶了过来 看着是要远行的女王 女王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就这样两人驾驶小船离开了天堂 在船上 戴安娜让史蒂夫带她去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是要消灭阿瑞斯 史蒂夫却说 这场战争就是个烂摊子 需要有专业的人才能解决 可戴安娜却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史蒂夫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孩 有些哭笑不得 而就在他们准备入睡时 史蒂夫在安排好戴安娜后 准备找个角落去睡觉后 戴安娜却说 你不和女人一起睡吗 史蒂夫哭笑不得地说 只有结婚才能睡在一起 与此同时 失去笔记的丸博士 正在发愁怎么复现之前研发出来的武器 但却在尝试中做出了一种 可以让人变得强大的气体 只要吸入体内 战斗力就变得异常强大 而戴安娜这边 两人此时也已经顺利来到了伦敦码头 没有见过世面的戴安娜 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甚至看到婴儿都充满了兴气 为了让她尽快融入现代社会 史蒂夫带着她先去挑选合适的衣服 由于戴安娜根本没见过这些花脸胡哨的服装 这把她整的都不知所措 为了不影响战斗 在挑选了二百多件衣服后 终于挑选了出了一件能够方便打斗的朴素服装 但就在准备出去时 手里还拿着盾牌和剑 为了不太吸引人注意 史蒂夫让她先将武器托人保管 就在两人前往情报局时 史蒂夫发掘背后有人跟踪 她不得加快脚步 最后两人走进了一个胡同里进行躲藏 却不料还是被德军派来的间谍为主 对方威胁史蒂夫交出玩博士的笔迹 史蒂夫直接用头将对方撞一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开枪射击 好在戴安娜及时出手用手腕挡住了子弹 这一操作都把史蒂夫看猛烈 随后在戴安娜的一番操作下 轻松解决了这几个杀手 最后再由史蒂夫一记重拳将对方垂倒在地 随后两人来到了情报局 将完博士的笔迹交给了上级 请求他们出兵剿灭对方的实验室 但军官们却认为 此时正是双方协商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 不想节外生枝 根本就没有将史蒂夫的提醒当作事 无奈之下 史蒂夫只好带着戴安娜来到酒馆找到了三个帮手 组成一支五人小队前往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 亲自去歼灭他们的实验基地 而就在他们路过战区的一处战壕时 当地的一位妇女拉住戴安娜说 前方的村庄此时正被德军侵占 里面还有很多无辜百姓 希望能够有人帮助他们 心善的戴安娜听到这以后 试图前去拯救前方的村庄 但史蒂夫却警告他 现在时间非常紧迫 需要抓紧前往实验基地 而这个村庄没有人能够穿越过去 非常的危险 但戴安娜顾不上这些 只见他摇身一遍带着装备 就朝着战场走去 这也是戴安娜最帅气的一次出场 身着红色盔甲 性感而又威武 这时一枚子弹正朝着他射来 只见他随手一挥便将子弹轻松击碎 接着一边向前狂奔 一边用手腕挡住射来的子弹 就算对方使出迫击炮 戴安娜甩出盾牌 轻松将导弹打到一边 面对如此局面 敌军使出全部火力朝着戴安娜射击 戴安娜也只得使出盾牌全力抵挡 面对对方的火力压制 戴安娜寸步难行 史蒂夫看到后 也快速赶来帮忙 瞄准对方击毙一个又一个敌军 随后队友又朝着对方战壕扔出一枚手 戴安娜也得以趁机向前冲去 后方战壕的士兵看到后 也受到鼓舞快速向前冲去 向敌军发起全面总攻 戴安娜更是帅气的一个跳舞 直接来到了敌方的战壕 轻松解决了这里的士兵 随后和队友一起朝着前方小镇进发 他们兵分两路 戴安娜冒着枪铃弹药猛 直接一跃而跳来到二楼的敌方阵营 与德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面对上百敌军的围攻 戴安娜也是轻松应对 随后一个跳跃破窗而出 还是解决广场中心的这些事 但这时前方的一辆装载车 不断朝着他们设计 戴安娜随即一个跳跃向前冲 不料手中的盾牌被对方绑 记住 戴安娜直接徒手走上前去 接着徒手将整辆装甲车翻到了 此时史蒂夫也赶过来 在几人的配合下 轻松将广场的士兵也一一干掉 就在他们以为将所有敌军都解决时 上方一个狙击手突然射杀了一名平民 于是史蒂夫几人举起一个铁铺 戴安娜借助起象征的领 一个急速跳跃飞到了钟楼 用盾牌一击摧毁上面成了箭竹 随着钟楼的踏写 里面所有的敌军也全部被歼灭 居住这里的村民也得以获救 而戴安娜更是成为了他们的英雄 为了表示感谢 他们在这里拍下了这张最为经典的一张合照 而五人小队也决定当晚在这里留宿一宿 在深夜里 戴安娜和史蒂夫的感情也得到了深温 次日 几人继续前行 来到了德军总部 此时他们正在举行舞会 史蒂夫装扮成德军的模样混了进去 试图会议会研发毒气的玩过时 而戴安娜也借来一套舞会的服装混到了里面 因为在他看来 鲁灯将军就是所谓的阿瑞斯 而就在戴安娜准备挥手干掉他时 史蒂夫及时出现拦住了戴安娜 因为他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而就在这时 鲁灯将军就下令发射了一枚毒气导弹 而目标就是他们昨日居住的省镇 等戴安娜赶过去时 整个村镇的居民无一幸运 看到这一切后 他极为愤怒与自责 于是他怒气冲天地闯入了德军基地 轻松砍断围网 并干掉了锦衣手 随后一跃而跳来到了灯塔的上方 找到了鲁灯将军 但将军看到戴安娜后并没有位置 竟不知死活地朝着戴安娜开枪射击 结果不料子弹被反弹了回去击中了自己 于是他连忙掏出强化气体吸入体体 身体开始变得更加强壮 一把将戴安娜按在了墙上 但面对作为半神的戴安娜 即使将军体能得到了强化 但依然不是戴安娜的对手 接着一脚下去就被踢飞了出去 吓得他连忙逃到了楼堵 只见戴安娜一飞冲天 甩出针炎套锁住困住对方 再狠狠地猛烈一甩 最后再用是神剑一剑下去 将军直接隐恨西北 但令戴安娜猛逼的是 外面的一切并没有鲁灯将军的死而感 士兵依然按部就班地将毒气弹运送战场 而就在这时 真正的阿瑞斯出现了 原来他一直化身史蒂夫的上司 在操控着这一切 戴安娜看到后 连忙掏出是神剑朝着阿瑞斯刺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坚不可摧的圣剑竟被他毁灭称 戴安娜看着这一切愣是一脸猛 阿瑞斯告诉他 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是神剑 只有神才可以杀死神 而戴安娜正是宙斯和亚马逊女王的私生 也就意味着戴安娜才是对付阿瑞斯的武器 此言一出 戴安娜有些不敢相信 连忙甩出针炎套锁 困住阿瑞斯让他说出真话 但阿瑞斯却告诉他 是人类抢走了我们神的世界 还在糟蹋这个世界 人类就是神的失败品 所以我不断蛊惑人类 让他们彻底消失 玩博士毒品的研发灵感也是我提供的 他希望戴安娜一起来净化这个世界 戴安娜自然不愿屈服 只见阿瑞斯轻轻一动 戴安娜就被扫飞了出去 站起身来的戴安娜连忙朝着对方跑去 结果对方只是轻轻一挥 就操控起来铁板来阻止戴安娜 随后戴安娜又试图甩出针岩套 但这东西在阿瑞斯面前丝毫不起度 他还想用水移柱砸向对方 不料阿瑞斯一个跳跃躲过攻击 接着他又操控着整个大地 将戴安娜拖到了半公中 随后一个猛烈锤打砸向戴安娜 接着阿瑞斯又操控起数枚手榴弹 朝着戴安娜扔去 一声爆炸过后 戴安娜被震飞数百米远 甚至还短暂性失去了听力 而此时史蒂夫赶了过来 和戴安娜做着最后的告别 因为运送在飞机上的毒气 已经没有办法处理掉 只有自己飞向空中 在半空中自杀式引爆才能挽住这一切 并将手中的那块手表交给他 但由于此时戴安娜失去了听力 并没有听清史蒂夫说了什么 做完告别后 史蒂夫二话不说的 就爬上了装满毒气的飞机 在解决了几名守卫后 便驾驶着飞机朝着远处飞去 与此同时 阿瑞斯并没有在钢台的爆炸中拟恨性 反而利用废铁 为自己打到了一身钢铁战斩 并手持神剑一把 将打来的戴安娜打飞数十名 接着又甩出铁链 困住戴安娜 将其重重地甩到一边 戴安娜一飞冲天 拼尽全力进行抵抗 接着又甩出真言套索 与其撕打一起 但结果都是一次次地被摔的 随后阿瑞斯又如同万磁王 一般控制着铁板将其牢牢牢 被死死定在地面不能动弹 这时他朝着空中望去 只见史蒂夫正驾驶着 毒气飞机在空中飞行 下一秒 爆炸染红了整片天空 受到刺激的戴安娜 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激发出了他体内的天神之力 面对无数德军的攻击 戴安娜猛充之状 毫无顾忌地将这些人 一个个斩尽杀局 阿瑞斯看到这样的戴安娜 也是异常兴奋 还不停地蛊惑戴安娜 人类就是如此邪恶 但他的一句史蒂夫活该被炸死 却激怒了戴安娜 一飞冲天朝着阿瑞斯撞去 但结果还是被阿瑞斯一拳打黑了出去 随后阿瑞斯又将毒气的始作俑者 王博士扔到了戴安娜身边 试图激发出他体内的怒气 戴安娜随即举起一辆装甲车 就在准备要砸向王博士时 戴安娜的大脑开始浮现出史蒂夫的声音 于是他最终理性战胜了感性 将王博士给放走了 阿瑞斯眼见计划失败 也只好拼尽全力朝着戴安娜杀去 但此时戴安娜的天神之力已经崛起了 飞来的攻击在他面前均化过灰子 随后施展出他的双手核实终极绝招 将阿瑞斯震到一边 不肯死心的阿瑞斯又召唤出雷霆之力 结果不料这道反而激发出了戴安娜体内的天神之力 雷电之力全部被他禁收体内 随后戴安娜快速朝着阿瑞斯冲去 双手核实朝着他释放出巨大的雷霆之力 一声爆炸过后 战争之神阿瑞斯彻底隐恨西北 此时戴安娜也深深明白 人类虽有邪恶的一面 但大多数是充满光明人 他要替史蒂夫继续守护这个世界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